7楼下两名男子互殴 双方互不退让 不断出拳 打了好几分钟都没停 冲突就发生在台中杀戮区 中山路一处民宅 情义是因为民宅屋主 要拍照搜正围停车辆 没想到撞见刚好回来的车主 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 不过这位屋主本身就很有争议 在民宅外装了近50支监视器 被当地民众成为监局达人 有时候你在外面他也出在外面 外面人们在外面人们 外面人们在外面人们 外面人们就打路了 外面人们也打路了 我们就打电话了 就没跟你说了 附近民众表示屋主本身很常被打 有民众发现他在检举就会动粗 而他自己本身也常常被他检举 已经有17张罚单 另外一旁的店家也受到影響 店家本身两个月就收到30张罚单 系数附近店家也通通超过10张 都是统一人检举 不堪其扰但也无可奈何 警方说车主违规停车在线 若大家怕被检举 就务必遵守交通规定 避免时尚罚单 TVB的新闻 还会人料翻译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